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这次的视频内容 那么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如何在Micro S的操作系统下去完成对播客去新增一个chapter这个功能 那么当我们的播客有了chapter以后 我们的听众就可以很方便的从一个chapter跳转到另外一个chapter 很方便的去从一开始跳转到任何他想听的这样的功能 这样让我们的播客在收听上体验更好 好,那么接下来就开始我们的正式内容 那么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这样一款 在我们的podcast播客当中去添加chapter这个功能的这款软件呢 叫forecast forecast是来自于overcast的开发者所开发的一款软件 那么这款软件呢,目前仅支持在Micro S操作系统下去使用 而且这个软件目前呢,还是一个beta版本 如果你现在使用的是windows呢 可能现在你还没有办法使用forecast来去添加章节这个功能 不过不用担心,后续呢我也会去介绍一些 在windows下面我们如何去添加chapter这个功能 那么forecast呢,虽然说目前还是在beta版本 但是它已经被大量的使用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使用也不需要太过于担心说 这个软件还是beta版本,我用会不会有风险之类的 OK,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如何去添加chapter章节这个功能 那这里呢,我已经在之前下载下来了这样的一个软件 然后呢,我还准备了一些我的录音的工程文件来去给大家去演示这部分功能 那当你打开这个软件以后呢,你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些配置项目的 那我把它这里拿过来,好OK,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呢,包括说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mp3的一个编码的一个方式 我们是使用所有的核还是单核,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赞助章节的标题等等这些信息 那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去添加,然后我们当我们正常打开软件以后 首先我们应该选择的是import audio,那我们这里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小一点的吧 我们选择这个256兆的,然后呢,它就会把这个文件的加载进来 加载进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在这里呢,它其实有这个文件的时长以及文件的大小 那在输出的时候呢,你可以去修改这里的参数 比如说你把它改成任何啊,你想要的这个大小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320kbps的,那它的文件的相对也会更大一些 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实际使用的托管服务 它所支持的这个大小的上限来去决定的 那当我们导入了音频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去设定这个播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白说的测试episode 对吧,然后呢episode标题 哦不对,稍等,那这里呢是podcast的标题 所以这里应该是白说 然后下里呢是白说的episode1,对吧 那这里呢是我们的具体的一些信息 那比如说summer,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去写 就是白说的 forecast的测试 episode,对吧 然后呢我们填写了基本信息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文件当中去嵌入 我们的节目的 封面图 这里需要注意的,它嵌入的是我们整个节目的封面图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白说这张图片 对吧,把它给拖过来 那这里呢它就会在导出的时候呢将我们的图片嵌入到整个节目当中 然后当我们完成了这些基础信息的编写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去添加具体的chapter 添加chapter我们是点击下方的加号 然后呢去设定它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然后我们比如说把这里写 开始就用0 然后这里面有chapter标题 然后这里的链接呢我们可以根据需要来去放链接 比如说这里 我们放一个google的链接 对吧 然后这里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那个图片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图片拖过来 我们等待它加载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就已经把我们的图片加载在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添加一个新的chapter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chapter 那我们就把它设定在第五分钟 那测试 然后这里我们可以再放下另外一个地址 同样的我们可以放一张图片在里面 比如说我们重新把白说给拖过来 那我们现在的话我们就在里面去添加了两个不同的episode 那添加完成以后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实际需要去添加各种各样的这样的chapter 那添加完成以后我们就点击这里的 我们先把它保存保存我们的工程 然后把它点击save 然后我们就可以等待它的一个渲染 比如说这是我们得到的一个渲染结果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点击 简介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所填写的一些基本信息 其实都已经被录入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 详细信息当中 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专辑名啊录制年份啊注释啊等等这一系列信息 然后在预览当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标题 那这些其实都是forecast的帮助我们去做好的部分 对于你来说你也只需要将你的节目导入 然后选择你要导出时使用的帧率 然后呢再把它导出就可以了 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播客当中去添加章节功能 让我们的听众在听的时候呢可以根据他自己的需要 来去切换不同的位置 获得一个更好的收听帖 好了那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